首先先考考大家一下 就是你在看YouTube這種影片 或現場影片都一樣 你除了影片在播以外 你看這邊 有沒有很多不同的數字 我們都知道數字比較 品質是比較好 所以我絕對不肯考你這種題 所以我要考你的是另外一個 也就是說 你剛剛看到這個畫質的部分 請問這個畫質 指的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老師要考 好像另有引擎 你選完了之後 請到上面這裡有一個提交結果 OK 我等各位一下 待會你可以看 如果你想看統計的話 在右手邊這裡有一個叫進度 你可以按進去 我有開放 所以你們會看到跟我一樣的 誰有回答 像這個是早上的 早上同學有回答的 我都看得到 要看投票結果 點上面那裡這樣就可以看到 這樣了解嗎 我先等各位一下 現在大家 現在大家已經回答差不多了 你要我剛剛講的 你有兩個勾勾只代表你有交卷而已 不見得是正確的 點這邊就可以看統計情形 來 果然還是跟早戰一樣符合預期 來 最多人講的當然不見得會是正確的 老是怎麼這麼複雜呢 就寬度跟高度而已嘛 真的真的 其實像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請問數位相片的那個幾百萬像素 幾百萬像素怎麼算出來 就是這兩個啊 長乘以寬啊 對啊 所以幾百萬像素是這樣算的 影片也是一樣 好影片也是一樣 那當然啊 這個也不會是對的嘛 這個也是錯的 只有誰是對的 只有11%的人 今天可以順利回家嘛 哈哈哈哈 其他不是都要留校查看嗎 欸這個是影片的高度 那其實說真的啊 即使你今天不做影片 這也是一個常識嘛 對不對 因為影片你都在看啊 為什麼我們特別跟各位講這個是 影片的高度 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你有沒有看過有720更多的 有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把它點開 我找一個給你看8K 欸8K的影片不是更大嗎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有這麼高的 因為我們現在去很多大賣場 你不是都有看到那 40寸 50寸 60寸 80寸的 100寸的 它就是需要高解析度 好就需要高解析度 我們一般 電腦上我們主要會做的 大概就是到這個階段 就是這個階段 那我們看240指的就是什麼 320乘以240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一般講VCD的品質 因為VCD是352乘240 那麼360就是640乘以360 這個大概就是像各位平常在看人家那個文章裡面有把那個影片放進去有沒有 差不多是接近那個大小 那麼480就是720乘以480 我們一般的DVD的品質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DVD 畫質比VCD好的吧 那你在網上呢 你有發現 是不是這個以上都叫HD 高畫質嗎 這個是1280乘以720 1920乘以880 這個一般我們稱作Full HD 也是我們最常見的電腦螢幕的解析度 對不對 所以你常看到這些數字 那再上去就更多了 所以這個是影片的高度 這樣有沒有一點盛視 有了齁 這樣有長姿勢了 但是你注意一下 有沒有發現人家P後面好像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指的是什麼 影片的播放速度 如果沒有特別講的就是 一般我們的一秒鐘30格 25格 或是24格 像電影就是24格 好 那60格就代表他一秒鐘可以播60個影格 你們應該都比較年輕 可能沒有看過那個底片了吧 你們還有看過底片嗎 有喔 怎麼跟我同一個年代的 所以那個影格就像底片那個概念 就是一秒鐘可以播60個 所以相對的 在一般電腦上你要處理 像這麼大的影片 電腦的等級就要比較好一點 不然可能撿起來就會比較頓頓的 因為檔案會大很多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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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